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蔡 今天呢我們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在這個阿笑的空間裡 我們今天來突襲一個人的衣櫥 然後這個人呢其實我很早在開台的時候 我就看過他 然後我就很喜歡他講話方式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呢終於可以來探索他的衣櫥了 我們馬上來去看看是誰吧 去吧 哈囉 嗨 姐姐 我的天啊 阿里 妳好 是我阿里 沒錯 今天我們是來到妳家嗎 對 沒錯 就是妳最近改造完的 一腿開我想說也太少女了吧 粉紅少女風 真的啊 粉紅少女風耶 跟我自己的不太一樣 待會的衣服妳更不能想像 真的假的 這個鏡子很好 而且妳特地把它擺斜斜的什麼意思 擺斜斜 斜腿長 可是妳的腿真的很長我今天看到他本人我真的有點嚇到 當初我就非常非常喜歡看他的直播 然後那個時候他還是男兒生 那時候還沒做手術 那時候只想穿女裝然後打電動給大家看 然後我那時候就非常喜歡他 所以還會問我的乾爹或粉絲 阿里都好久好久沒開台了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我這樣又被劈取公殺了 很期待 然後那時候我看妳直播我就覺得妳應該不高 因為我在直播上面是矮子臉 對 然後妳差不多可能到我這邊而已 對對對 就被今天看到都超級高耶 妳看到 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大廊啦 我們上次認識都幾年前了 那妳那時候對我的印象是什麼 我那時候認為妳就是一個很姊姊派啊 很郁姐 姊姊有錢啊 那時候覺得我是好人 好人那怎麼會不是好人 所以上面有壞人嗎 很多耶 所以上面超多壞人的譬如說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她的這個裝潢白色 所以妳的衣衣會就這邊嗎 喔 我衣服就這樣而已 有可能 身材現在這樣子 妳都不會想要多買一些衣服或怎麼樣嗎 有 但是我有一個很強迫的這個東西 我每次都只會穿自己最喜歡的那一套 我也會 但是也不至於就這樣啊 妳都太少了嗎 我的衣服就是除了我家現在 然後之前我從香港我整個就是也是有一個衣� 可是姊姊妳的風格都很Sexy耶 我很Sexy嗎 妳 真的跟我 等一下 等一下來 我今天真的開到這邊 請問她這個開到哪裡 而且我穿長袖 因為最近很熱嘛 然後我就想要走夏天的感覺 走一個檸檬小公主風 OK 我今天走的是一個燒焦的 世家 可以可以 好 那聽說今天妳有準備衣服要給我穿 好 我有準備衣服 其實我有小帶兩套 真的啊 因為妳之前有選美嗎 對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這個選美出來的 20年前 確實啊 反正呢 我今天有帶衣服來 那今天妳就要以妳選美皇后氣勢 駕馭出她 沒問題 我相信妳一定可以 因為我看好妳 好 那二話不說 我們先來看妳給我的衣服 我今天帶了一個小禮物要送她 就是她很喜歡粗的 不是粗的 是粗的 這是送給妳 妳喜歡這個 妳好貼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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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都有在看耶 妳好強啊 姐姐 妳的影片幾乎我都有追 第一頁就先來上大檸檬 是不是 是不是感到害怕了 今天有來就是呢 我去參加YouTube創作者的聚會 然後她說 今天的dress code是螢光色 到現場 沒有人穿螢光色的 你們可以 遵守好嗎 不遵守是不是很煩 就是大家很no fun 很尷尬啊 其實這件衣服還滿OK 但是這個顏色實在是 太讓人倒胃口了 而且它的強度是不是也很怪 對… 但它應該是半短不長 不知道該怎麼說耶 就是要包不包的感覺 上妳了 姐姐 那我要先去穿囉 上臉了 可以嗎 啊 剛剛我當初去了之後一樣尷尬 好看耶 我覺得可以這樣夾一下 對…妳這邊比較那個 妳腰比較有出來的感覺 夾一下 然後我覺得不能拉太… 這裙子就不能拉到這邊 拉到這邊就是尷尬 你要去買菜 然後呢…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那種 跟那個社區的委員碰到 社區委員一臉嫌棄 就想說欸它什麼怪怪的 就是覺得有點長 然後就會覺得欸 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但如果你把它捲起來 跟毛毛蟲一樣 它應該要這個長度 你就會有一個開心感 然後呢再來就把我們這個髮飾拿掉 直接不要了OK 我們直接一個 我們直接一個就是歐美風 然後有時候拍照就把這邊 有點拉上來 哇 成功化了 趕快給妳穿起來好方便 好像真的可以穿出門一樣欸 馬上可以去西門町了欸 阿盤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嚇傻了 還是我們現在出門 馬上直接去夜店了 夜店這個就太多了 就這邊這個扣子這一排 就有一種正式感 正式感 然後是歐美風的 你在哪兒歐美風啊 放屁 這是鄉村風啊 穿起來就很像 懷胎六個月 就是我當初看了那個照片 覺得喔好鮮喔 放來之後 覺得黃鋼絲寶的感覺 這件就是很難穿得好看 韻味十足的一件 這件很難欸 我跟你講 這件就要使出什麼絕招 等一下我們就是 抖音小姐姐嗎 哈囉 這件 我覺得可以啊 這件當然可以 我跟你講我就是那個巴塞隆辣 聖家堂 小修女 請問您有什麼需要告解的嗎 請問您昨天吃太多薯條嗎 不好意思三個月 但是 我現在要把它變得好看 第一個我只能講說這個長度很尷尬 鄉村婦女就是很保守的 那你要知道你是處女的感覺 確實 看起來像嗎 不像 你回答什麼 我有問你嗎 奇怪該回答說不回答 其實我覺得不會很糟欸 是不同風格而已啊 對啊 來來來我們把它改變一下 還好我把它改變一下功格 就是我們買錯了衣服 但是 我們還是必須要能夠拍照 所以呢 我跟你講穿這衣服就不能站著 先坐著 然後那種一副無骨臉有沒有 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沒有 屁啦 喔受不了了 來 蛤 蛤 蛤 哇 不行欸這件完全 秀套要收好了 我再穿回去不好意思喔 我覺得這個極限 這件衣服的極限就是一致零 這個我覺得我會把它改成這麼短 欸就會覺得輕鬆活潑許多了 前短後長的感覺嗎 前短後長也可以 然後就會覺得欸是不是活潑起來了 有嗎 有有有好活潑喔 我也覺得這樣改造比較好 全部都拉短有沒有比較好 腰身再修一下 OK 有沒有頓石好很多 講話再高八度一點 有沒有頓石好很多 OK這件衣服的問題呢 就是下面改掉 然後上面呢 這個腰縮起來之後呢 當你走在羅馬 噴水池那邊呢 你就可以這樣然後在那邊拍照 完全跟那些石頭 沒有違和感 然後腰身一定要這樣擺 一定要最遠的那種 一定要最遠 你知道嗎 一定要是那種 最遠 下一件 苦難還沒結束 上羅網 小公子喔 我想問妳 妳的衣服的顏色 都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是想要當秋天還是夏天還是春天 夏天衝代表叛逆 老娘就是跟你們不一樣 所以我等一下要以快樂仙子的 心態出來 心態出來 我現在有快樂仙子Q嗎 我有快樂仙子嗎 還是贏蕩腳仙子 欸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是學校有一點小邊緣的人物 然後你要去參加PROM 你要去參加那種畢業舞會 然後都沒有人約妳 然後妳就跟妳的那個奇怪朋友 就一起說 好羨慕那個萬人迷什麼之類的 去那邊 會被人家撒麵粉之類的 我跟你講 大多數這些衣服的問題 它的長度 永遠是一個問題 還是妳穿起來這件妳的腿更長 妳現在穿的這個長度 就會讓妳很漂亮 然後後面我不知道這兩條到底是什麼 妳可以拍我後面嗎 欸這件真的大魔王欸 妳真的是殺了我錯誤的 這件真的大魔王欸 我覺得妳是我穿過最難的一個 這個我跟你講這一件就很適合前短後長了 然後看起來清純可愛 但實質上是 不抹小妖精 幹嘛 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我氣死我這些 應該沒有衣服可以穿了吧 我想 我們拿出愛里我要給愛里的衣服囉 我先拿出我的 妳最近也是藍色小精靈啊 我這是仙度瑞拉 來 這一件 前短後長飄逸飛仙子 完全稱呼妳的身材 我告訴妳 哇妳的真的都很辣欸 再來 我的得意門生 就是這個非常便宜 母湯啦姐姐 這件妳不行嗎 這件比較可怕啊 這件怎麼會可怕啊 好我來試看看 妳這件後面妳先這一件 先這一件嗎 單單單單單單 onun也妳看突然很好看呢 很好看耶 但是我跟妳講 因為妳喜歡皮膚白嘛 但是妳如果皮膚是比較黑一點 就有曬太陽的話 就會很歐美有沒有 穿起來真的比妳單看的時候好看很多 對不對 當然我想問一個問題 妳可以手肘碰手肘嗎 妳就是這樣嗎 嗯…對囉 台灣如果穿出去 我可能又會搭一個外套吧 外套… 這樣就不會 上半身就沒有那麼刺我了 有點安全感 唉唷 但是對 這樣穿得到有種那種 參加那種巴黎時裝秀的感覺 這樣 好看的 佳儀 我好想看妳穿喔 可以啊 妳穿這件 我穿這件 我先穿藍色仙子 妳穿 妳穿藍色 我先去當藍色仙子 跟妳當姐妹 對…我們先當姐妹 藍色仙子 Oh my God 妳快穿起來 台灣小姐 妳穿藍色仙子 很美 是不是 好腿長喔 我想問一下 妳說這件看起來可怕的沒有 穿起來超厲害對不對 我在相比之下妳那件是… 我是仙子的仆人 小仙子 還不是下跪 還不是 有沒有 我就是仙子的仆人 走路跟跑步的時候 她後面就會幫妳飛起來 重點是妳這件的款式跟版型 跟我決賽用的禮服一模一樣 那一塊豬來我家拿就好啊 哈哈哈哈 真的一模一樣欸 很美對吧 好啦 那今天我們應該是算大成功吧 大成功 超級大成功 我覺得第一件就是螢光棒 我愛死螢光棒 我覺得螢光棒好好看喔 那現在我們要跟艾琳穿仙子裝 坐下來聊個小天嗎 可以啊 好 我們來小聊一下啦 請說 小聊一下 小聊一下 第一次介紹本房 想要問妳說 其實妳在這個選美的過程中 妳有沒有一些就是妳覺得 從來沒想過的人 可是有一個悲傷故事 就是這次的冠軍喔 她有跟我聊 她其實很想動手術 但是她不能動 因為國家已經栽培她那麼久了 她動了她就已經 就是會喪失那個頭線 好了 沒什麼 我來也 妳不想搬 在組織外邊 做個錯視器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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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